一看到副總統現身 松山民眾大喊總統好 賴清德週末假日全台跑透透 十七號光是早上 就排了四個敗廟 頭兩站為站在一旁的議員 許淑華拉台立委選情 從許淑華性格到問政風格 賴清德遼若執掌 讓主角又驚喜又驚訝 只見許淑華先是眼眶瞬間泛淚 最後憋不住了 眼淚直接落下來 他都知道我們每個候選人 自己的特質 其實他是一個很溫暖的暖男 所以我當下我其實真的不好意思 不小心就被他感動到 松山新義區過去結構藍大於綠 對上藍營空站女神徐巧心 許淑華和賴清德聯手 要突破這塊鐵板 你們兩個是相輔相成 那因為畢竟是在捐控的選區 他其實來 因為他是一個讓民眾接觸以後 會更喜歡他的人 所以我反而覺得 他多跟民眾接觸 他就會多吸很多票 賴世魅力細節滿滿 為了展現親民 賴清德現在跑地方拜廟 或是跟鄉親互動 都只穿著輕便Polo衫 一擺也不會扎進去 每當看見民眾都像是好朋友 落台機閒聊 就連致詞每一場都是量身打造 除了職量也明顯增加 全力衝刺大選 在九月很多人都發現了 我們在陸戰的部分 行程是比較滿檔 那六日的話 有可能一天六場起跳 甚至到九場十場 它是很強的母雞 邀約有多 我們在安排上 也會盡量都能夠幫上候選人們 沒有躺著選擇賴清德 展現驚人體力 立憑2024總統當選 更要當綠營最強母雞 讓民進黨再次國會過半 記者 李田黃平翰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靜善靜美 靜好新聞 那種文